好 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那今天的影片比較特別 大家看到整個視野縮小了對不對 因為我今天換了新的攝影機 我們現在用的是 DJI Pocket 3 那我現在收音也是用它的麥克風 DJI 的 Mic 2 好 那今天要分享的商品就是眼前這一件 那看起來蠻小的對不對 那這個影片裡面除了開箱這一個商品之外的話 也跟各位討論一下隨身的EDC 那我所謂的隨身EDC的話指的是 Urban Urban EDC 那我說明一下這是我的 Wallet 這是我的皮夾 然後是2023跟2024的版本 因為Wallet常常在換 我們在玩EDC的人的話 這個東西不會是一直都不會改變的 那這一包我非常的滿意 那只是說時間的關係 我另外再做一個影片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這一包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我這外面的這個套子的話就是我的Wallet 對不對 就是皮夾裡面會有卡片跟錢 那這一個Wallet的話是 我很喜歡的一個牌子叫Apaca Zip Pouch Pro 這樣子 這相信很多玩EDC的人都知道 那這個是我的Hopkey chain 那我為什麼拿這個東西出來呢 我今天要分享的話是 隨身的筆 Pen 那當然我要開箱的內容的話不是這一支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容易破梗 我還是跟頻道以往的風格一樣 我是要跟著大家一起打開我的package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這個package的話 它的size相當小 那我現在也是從我的皮包裡面去拿出我的瑞士刀 這一看就是玩EDC的人 那我這個瑞士刀也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型號 它叫Vectorinus Compat 這個是很多EDC user會使用的瑞士刀 這個型號是非常棒 我改天再跟大家介紹 等一下 我的頻道裡面是不是已經有分享過這一支 Vectorinus Compat 大家回去看一下我的頻道 因為我覺得影片拍多了以後的話 尤其是我一些影片的話沒有上架 所以說什麼東西我介紹過 什麼東西還沒介紹 我已經都搞不清楚 好喔 那我就跟著大家一起把它打開 好 那打開之後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內容物 其實我今天要分享的這一個商品的話 它是一個筆 那筆的話當然就是我們隨身EDC裡面會帶的筆 那EDC的東西的話有個特色 它一定是非常小巧好攜帶的 對 那這個筆的話是一個日本品牌 那但是它不知名 但是這個型號 他們家的商品的這個型號的話 在EDC界是非常非常知名 所以說我其實入手這支筆的話算是動作有比較慢 因為這其實已經大家都在使用的東西了 你看你開到最後的話包裝已經夠輕便了 結果沒想到它的商品還要再更小 那這個就是本尊 那這支筆的話它叫做Ohto Ohto 它是日本的品牌 那非常的小 它是世界基本 細 對不起 我的日文的程度就到這裡 那它的軸徑的話是3.7厘米 它是非常便於攜帶的 那它是像名片一樣的size 全長是91厘米 那它的長度很短 就這樣子 那當然了91厘米的話它到底有多長 我說明一下 這是我隨身的EDC的筆的方案 它是Zebra Zebra的話它應該是BA55吧 它的型號是什麼 因為我這支筆買很多 我這支筆買很多 其實玩EDC的人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還有買它的專用筆心 其實玩EDC的人的話同一個商品 如果說我喜歡的話都會多買一些 你看 這個東西我真的是買很多支 它我記得它是BA55 那沒關係改天我再做一個專輯 跟各位介紹一下這支筆 那BA56 對不起喔 BA56 它的型號在這裡 BA56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DZi Pocket 3 它有一個好處 它對焦 對焦很好 所以說你在很近的情況下還可以對得到焦 BA56 那它是普普風的這個 顏色 藍色的 那我還不只只有這個顏色 我還有其他顏色 這是我另外一個 隨身的pouch 它一樣也是 Apaca Apaca的 Apaca的Hotpouch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商品 在我的頻道裡面已經有影片了 這是另外一個顏色 綠色 所以說我幾乎 我的EDC的筆的方案 我過去都是用這一支筆 那這支筆它很短 那很短 你想很短很不好書寫 不會喔 它還蠻好書寫的 對 所以說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它這樣子 它這筆的話 縮短的時候 它筆性會縮進去 拉長的時候 它會拉長一段距離 然後筆性會生出來 所以說 它一直以來都是我的隨身筆的方案 那還蠻好寫的 其實我覺得寫起來跟一般的筆 無異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這支筆的話 它真的是非常的小 它甚至比這個 Zibra的 BA56的話 它的縮短的一個長度 還要再長一點點 一咪咪而已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一點點而已 那但是它的細 細的程度的話 就細的多 對 好 那我們就來把它打開了 那打開的話 它這個包裝 當然是非常簡單 它說是全世界最細的筆 那它的包裝的話 就是一個 這個 吊卡紙袋 那紙袋的話 裡面還有一張紙 對 一張紙 那它這邊的話 會有告訴你 如何來換筆心 來換筆心 這樣子 筆心也是當然是可以買的 也可以替換 那AUTO這個牌子 它也不算是多能門 只是沒有像Zibra 這麼的知名就是 那它在這個包裝裡面 它會送一張 名片大小的卡片 那這個卡片的話 它上面會有一個洞 它就是讓你把它當作是 名片放在你的皮夾裡面 像我們這個皮夾也可以放啊 放進去的時候的話 就把這一個槽 插這支筆 你就可以做這支筆的收納 那當然啦 我不需要搞到這麼麻煩 我們這種筆的話 一定都是這樣插著就可以了 插著就可以 不過我說實在話啦 我整個拿起來之後的話 當然我這支筆的商品 我第一次使用 我來寫一下好不好寫 拿一張紙 對 那這支筆的話 看起來應該是 當然是不會比Zibra好寫啦 這是必然的 那 因為它更細啦 那但是 我在很多YouTuber裡面的話 對這支筆的 都還蠻 蠻推崇的 那我這樣子寫起來的話 我覺得還好 還好 它確實你看好像 其實我們一支筆的長度的話 它能夠靠到這裡 靠到這個 這個虎口的位置的話 它就已經夠長了 那其他的長度 其實都是多餘的 那你如果說 這樣子拿起來 我拿筆的姿勢 一直都很正確啦 那我覺得書寫起來 沒有很大的問題 還好 你如果說 我們東西都是用比較的 對不對 這我同意 我如果說跟這支筆 比起來的話 我很明白跟各位說 這是比好寫得多 因為第一個 你拿的這一個 它的粗細啊 就相當的 我不敢講說標準啦 它比標準再細一點 但是這寫起來的話 你一比較起來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Zibra它是比較好寫的 對 但是如果說是以輕巧來講的話 這個 AUTO的MIMIMO MIMIMO當然是它的size來講的話 無可匹底 那當然我覺得比較起來 它有犧牲掉一點點書寫的舒適感 那你說寫起來的時候 字機會不會比較不好看 我覺得也還好 黑色字的話 就是我用這支MIMIMO AUTO MINIMO 就是我們今天開箱的主角寫的 那藍色字就是這支Zibra BA56寫的 大家覺得字機上會不會有些差別 大家見仁見智 我看起來是還OK啦 只是說你書寫的這個舒適度的話 倒沒有那麼的 沒有這個BA56這麼好 對那長度來講的話 因為你BA56在寫的時候 你一定是拉長狀態寫嘛 因為你沒辦法縮短狀態寫 為什麼縮短狀態的筆心跑進去 要怎麼寫 所以說你一定是拉長的狀態寫 你拉長狀態寫的時候 我覺得 它的舒適度真的跟一般的原子筆 幾乎無惡意 沒什麼差別 但是你如果說拿這一支 AUTO的MIMIMO 來書寫的話 它確實就會讓你很有感的 知道說自己在拿一支迷你筆 在做書寫 對那 不過我覺得 因為EDC方案的話 它本來就是應急用的 你不會拿它寫一個很大篇幅的文章 或者說你拿它寫日記 或者說你拿它來寫一篇研究報告之類的 那我剛剛一直漏掉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支AUTO的筆 它的型號是什麼 那我在螢幕中的話 你們大家看得到 它是NBP-505MN-BK 最後兩碼BK的話 指的是它的顏色 它這筆有五個顏色 它這個操作的話 是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按鈕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按鈕 你這按鈕按下去的話 它的筆心就會縮起來 這按鈕按下去的話 這筆心就會生出來 所以說它就是一般的那個按鈕 按鈕的筆 只是整個縮小一號 那它整個型號的話 它的品牌叫做OHTO 那型號的話是NBP-505 然後呢MNBK BK可以省略 因為BK是它的顏色 那它的品牌跟型號的話 就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如果說是伊利西方案的話 這兩者我還是會選擇 Zebra 我還是會選擇Zebra 因為它第一個它縮小的時候 蠻短的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縮起來的長度 所以說你以隨身攜帶方案的話 這確實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在這邊 那我通常就是在旁邊會放 放我的RES刀 對不對 我們通常是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的話 會有我的這個 一個鈦合金的這個 Clap 好 那我就扣 我就會扣這樣子 好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的 隨身EDC方案 工具 瑞士刀跟我的筆 這是正面 那背面的話 當然就是有 Cobra 的夾子 還有一個手電筒 那當然我們這一個 拉鍊層裡面 還有很多東西 我改天再跟各位介紹 這一包是我的壓箱寶 好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這一個筆的話 它叫做 Auto Mbp-505mn 那它是一個 迷你筆 長度只有9.1厘米的長度 那非常非常細 只有3.7厘米的寬度 那作為隨身的筆的話 你要擔心的 不是它好不好寫 是它會不會容易掉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 一個產品 書寫的舒適度可以接受 沒有說到非常差 那介紹推薦給大家 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次見啦